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来进入这个主题的最后一个单元。 最后一个单元呢,我们是着重在这一个Surface Fringer的情境。 是以这个当成一个情境。 当成一个情境或这个例子。 然后呢,把重心放在这个Plaxse跟Stop上。 因为在上一个小回合呢,我们是针对Surface Fringer的 这个Section模式的部分,我们做的说明了。 所以在现在这个回合呢,我们就着重在Surface Fringer的 Proxy Stop的模式上。 所以我们现在的重心就放在Surface Fringer这个服务 有幕后的这个Plaxse跟Stop模式。 好,那我们在上一节呢, 有看过这个Camera Service 使用了VP Interface的模板, 使用了VN Interface的模板, 来提供新接口。 提供新接口。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详细的细节。 所以在Surface Fringer, 因为他要给Client 来跨进程的调用。 所以Surface Fringer也要提供IP接口。 要提供IP接口。 那在上一个小回合看过了。 这一个Client, 第一个会跟Surface Fringer要求建立一个Connection。 要求建立一个Connection。 那这个针对这样的一个调用, 我们现在来使用VP Interface 跟VN Interface的模板, 来把这个IP接口包起来。 提供一个比较好用的I Service Composer新接口。 OK。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IP接口。 但是我们现在想 来包装出一个新接口。 就是I Service Composer 这一个新的接口。 那我们想到要包装新的接口, 马上就会想到 这一个Proxy Stop的模式。 然后想到这个模式。 想到这个模式的时候, 我们就会联想到VP Interface 这个模板 加上VN Interface OK。 那我们现在 来看一下 怎么做进行这个包装。 所以呢 我们就 产生一个这个Stab 产生一个Stab 来 达成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这边呢 提供一个ProxyLay 来提供这个I Service Composer 这个接口 给它来使用。 所以 这个时候 就把它配上了 这一个PS模式咯。 配上了PS模式咯。 那如果 将背后的模板类 给画出来的时候 它变成两个类咯。 变成这样子咯。 所以 这个叫做VN VN的 这个 模板类 也就是 Stab 模板类 然后 这个就是 Stab 类 这个就是我们的 Service Service OK 那这边也是一样 这样 这边叫做VP的 也就是 Proxy 这个模板类 然后 这个 就是叫ProxyLay 那 这就是Service Flinger 它透过这样的一个 机制 透过这样的一个 PS的模式 加上 这个 这个模板 来 包装 I-V 这口 提供更好用的 I-Service Composer 这口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一个新的这口 叫I-Service Flinger Climb 好 那是同样的技巧 同样的做法 再包装一次 好 刚刚是 主体是针对这个 I-V 这口 刚刚是在包装这一颗 好 再看一下 好 你看 刚刚是在包装这一颗 好 刚刚是在包装这一颗 有没有看出来 好 包装这一颗 那现在 我们 要看另外一个 包装的是 看 你看 现在我们要包装这一颗 好 包装的是这一颗 那 他有一个 也有一个 IP接口 有一个 IP接口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的到 这个 STOP要放这里 然后呢 PACY要放这里 这STOP OK 好 我们再来看 这时候针对 VCLIME的 IP接口 使用 能然使用 VP Interface 跟VN Interface 的模板 来包装出 更好用的 新接口 因此呢 VCLIME 对不对 那刚刚这边 还是在这里 这就是 Surface Frame 然后他自己的 IP接口 OK 那这个CLIME 加上一个STOP 再加上一个PACY 然后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接口 给他用 OK 基本的做法 都是一样 加上了PS的模式 加上PS的模式 OK 现在一样化葫芦 再设计一个 设计呢 新的接口 就是 iSurface iSurface 所以这个iSurface 针对这一个 咯 也就是说 针对这一个 那我们来包装 这个IME的接口 IME的接口 OK 一样的 也是 是加一个PROXY 然后呢 这边加一个STOP OK 所以也是使用VP 跟VN 来做包装 包出一个iSurface的新接口 因此呢 就得出这样子的 这是Surface 那这一边就是STOP 一样的做法 这边叫PROXY 一样做法 都是在不断的 循环 然后呢 再来 把它用模板 用模板 对 结果呢 就可以变成了 如果这边变模板 好 那这边就会 有 再变成两个类 变成两个类 OK 好 那我们最后呢 来做个Summary 就是 刚刚透过的 这一个 好 我们在整个主题上面 透过CAMERA Service呢 已经让你认识了 这一个 Session 模式 也认识了 这个PS模式 还要加上 还要加上 复习呢 这个BP 好 And VN 模板 好 所以你就更能够 了解如何包装 这个 IVJ口 以及 包装IVJ口的 一种意义 好 那就是 写天主一定诸侯咯 那 你当然就更容易看得懂 Android系统服务的 相对的代码 现在你就可以 很容易的看看 韩查老师的 这个图形咯 啊 就是韩老师画的 那 他是以把代码 啊 把他 还转出来的图 所以 从这个韩老师的图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J口 这是一个J口 好 那 这是一个J口 这是一个J口 好 那 有J口 那 一定有一个 这一个 啊 stab 来implement 啊 stab 呢 累 啊 来 这个 啊 实现 OK 所以 这边也是一个 stab 啊 然后 这边也是一个stab 啊 啊 这都stab 累 来 support 这个J口 support J口 support J口 可以看得出来 好 然后再来呢 嗯 这个 啊 主角里头呢 就是Cline 啊 那么这个是 啊 属于 这一个 sm 手创出来的 这一个助理 啊 的助理 啊 对 啊 不对 助理是VCline 啊 那这个创造出来的Service 是要给Cline的 是要给Cline的 OK 给Cline 那算是 他也算是助理的一种 OK 好 好 那就 所有的部分 关于这个 Section 的模式 跟Service 跟那个 PS模式的 组合 那表现在 Camera Service 上 以及表现在 Surface Framework 上 那 都让你 能够 很了解 一方面 更能够体会 这个 两种模式的 美妙组合 那 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以 加强你 对这个 Android 像 Cline Service 以及 Service Fringer 这些蛮复杂的代码 能够做一个 啊 非常清晰的 一个解析 啊 而不至于 你会 把这个 啊 这在代码的内部呢 啊 走不出来 掉进陷阱里头 啊 你会觉得 一目了然 轻松一块 OK 谢谢